往上頂 好 往上頂 我們現在距離前面的話是三指 來吧 我的手 1-2 大家好 我是阿兜 今天我們要來幫Missan TIDA改避震器 Missan TIDA不管是C11還是C12 避震器非常容易漏油 而且很多都是低里程 可能幾萬公里的時候 後面就漏油 這個部分說實話就真的很無解 那你說到底是原廠的東西有問題呢 還是怎麼樣 我們也不能說那麼直白 它前面的可以說是萬年不漏 當然是指C11這一類 C12前面的也會漏 原來是要講說C12就沒有這個問題 C12也會漏 C12是前後的會漏 C11是後面特別容易漏 只有這款車這樣嗎 還是它其他的車系也是這樣 只要是這種拖曳壁的都有這個狀況 那既然原廠的避震器會有這個漏油的情況 我們如果換改裝避震器會不會比較好 理論上來講改裝避震器一定會比原廠的好一點 因為改裝避震器它涉及到說 我後續客戶還會不會要回來給我處理 廠商在做避震器的時候一定會針對原廠的一些缺陷去做改 例如說我知道這個避震器很容易漏油 那我是不是把它油風換好一點 還是換雙層油風之類的狀況去改善這個漏油的狀況 所以換市售的改裝避震器 有機會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對有機會 當然不是全部的改裝避震器都有 據說這台車不管是11還是12 降避震器輪胎會往前跑 對阿 往上頂 好往上頂 我們現在距離前面的話是三子 來吧 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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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開了開了 開了 會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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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手指頭已經變形了 一般如果我們要改到切騎的話 好像已經剩兩指了 我們要改到長輪 喔 剛好手指好痛 夾壁喔 一根手指頭 長輪的情況下呢 只剩一擠 這個就是這台車拖曳幣的一個特性 這個真的很奇怪 所以拖曳幣都有這個問題 其實要看它原廠當初的設計 因為像有些它是可以做可調的 說實話國產車嘛 它不會在這方面下那麼多功夫 這是我們常常在講的改裝潛力的問題 這台車改裝潛力到底夠不夠 上一次我們在拍C12的時候你有說 歐系的設計 但畢竟它是日本廠 對 角度對了都好裝 角度不對什麼都不好裝 對 我們來分享一下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它避震器的 彈簧的托盤是這樣這個角度 然後避震器其實不是直的 它是有一點往後面斜的 避震器是往後斜 然後托盤是這樣子下來的 像避震器 你這樣的時候 我這樣講好了 它是不是就又更上面 對 更上面的時候避震器就會稍微更跑更正 然後它的設計就會把整個輪子往前推 往前移 包含避震器也會往前移 對 那這樣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會啊 你避震器的行程就 行程的地方就不對了 對 它原本是要降跑 你硬把它變成降跑 那請問你的避震器它磨的 應該這樣 因為避震器它本身也是有活塞這些東西的 它在跑的時候就會不一樣 因為類似偏心作動的意思 對 所以它就會異常磨損 對 壽命就會變短 壽命就會變短 那其它的什麼上座啊什麼的呢 這避震器很簡單 它的上座就兩塊橡膠了 那所以無所謂 所以無所謂 它沒有什麼太麻煩的東西 那開起來會有異常嗎 你如果新避震器當然都沒問題啊 最主要就是這一個 這個其實之前有一陣子 替打市場還不錯的時候 有人做改裝套件 讓它變成可調 因為我現在是整個扭力量往前移嘛 那我做一個可調是把它調到後面去 可是說實話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只是說它衰竭的不會那麼快 可是還是會衰竭 因為畢竟已經不是原來的東西 前輪的部分 一般賣花城會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賣花城 其實剛才我們的賴老闆指點了一下我 大家請看它的三腳架 一般三腳架我們認知都是會是平的 它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它是 又是做一個曲度對不對 又是做一個曲度給你 那這個是不是就一個問題在於 它的角度就已經被釘死了 是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根螺絲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整個軸是斜的 真的耶 它是斜的這樣過去到這邊 避震器也是斜的 這樣看你可能不清楚 可是你這樣看 手這樣比就很難 正常是這樣子嘛 它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降下來的時候 輪胎的位置也會改變 對會改變 所以底盤耗材的壽命也會相對縮短 對 因為其實底盤耗材還好 重點是你避震器的壽命會縮短 它在其他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這台車原本改的避震器 其實有發現到一個問題 不知道是它當初裝的那家車廠 比較沒有去注意到這一塊 因為它的避震器 前面兩顆螺絲超好鎖 唯獨後面這一顆特別難找 要拆這個板子 對要拆這塊板子 然後它可能當初是沒有拆 避震器裝上來 我螺絲就直接鎖下去 所以它這兩顆有墊片 這一顆沒有墊片 你說的是這個墊片嗎 對 因為原廠避震器它的 它是螺絲式的 它的頭比較大 所以其實你沒有這個墊片 單純靠螺絲吃力 久了那邊都會變形 鎖一定是有一個扭力在 那你鎖下去的時候 那邊的卡頂那邊 會不會被你壓變形 你是說這個車台鎖點的部分 可能就會 對它就會往下線 左邊的這個是法爾斯的避震器 我們採用的是原廠的上座 那右邊這個抹牌的避震器 用的是他們原廠的改裝上座 原廠它算是橡膠跟鐵的混合 所以它其實 軟的 對 有緩衝 而且它真的是你講的 它是鎖螺絲的 對它是鎖螺絲的 它的好處就是我鎖起來之後 它會跟塔頂比較密合 那我在調角度的時候 角度也比較做得漂亮 這個避震器塔 它是弧形的 這個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避震器的塔座 有可能會被這個關係撞爆 第一個它就是硬碰硬 它不像原廠還是橡膠 再來就是它整個角度都不對 當你看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它貼的面就是只有這一圈 就是要想一個問題 它的塔頂現在是不是已經變形了 這個抹牌的彈簧好小圈有沒有 寶哥的彈簧有夠蠟捲 還有一件事 在TTA身上一定很重要 仰角螺絲是斜的 你這避震器啊 如果你的上座是這麼硬 你的避震器塔伸 又跟上座成90度 硬要把避震器叼成斜的 它這個地方是扭它的座 還是扭你的避震器塔 原廠的上座為什麼做橡皮 它就是讓你有這個AZOBI可以扭過來 它上座的設計是不可能爆 對 所以就是要嘛就是扭避震器 要嘛就是扭車 要嘛就是扭橡皮 所以說它的避震器上座這邊 如果會漏油 我覺得也是合理 因為你只有這個地方是有AZOBI 要嘛就是你的避震器塔不夠硬 除了避震器的問題以外 C11它的前面的底盤 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三角架 當然在我們印象當中 應該是很少會壞 很耐用的耗材 對 很耐用的耗材 可是它三角架的橡皮 就是很容易會爆掉 那大概幾公里還是說 什麼樣的使用狀況容易壞掉 其實沒有什麼使用狀況 目前在原廠看 它開裂的狀況大概只需要 5年左右吧 底層數真的不準 因為橡膠這種東西 其實大部分都是看得不準 當然如果你絕對的路況 真的差到那種 每天走都是起起口就起起口 那當然它就會變成一個耗材 反正就是大概起起口口 或者是5年左右的時候 保養的時候頂起來檢查一下 早一點換 免得到時候開起來不舒服 又怪車子爛 其實你如果以原廠避震器來看的話 它的上座也很容易爆 它幾乎是同步啦 你三角架開始有問題之後 你原廠的上座 其實它那個橡膠也快爆了 我們畢竟就是要幫它換改裝式的避震器 那在安裝的時候要注意什麼東西 高度嗎 安裝的時候第一個當然是要注意高度 基本上來講改裝避震 我在高度跟原廠不一樣的情況下 我所有底盤螺絲都要鬆開在鎖一邊 很多店家知道 可是又有少部分店家可能會選擇不去做 我今天我的橡膠全部固定在一個點 車子放下來的時候 原本的避震器橡膠沒有吃力 那我現在變成說我放下來之後 橡膠是在吃力的 底盤的橡膠就會很耐用 我們請阿遠把避震器裝好之後 再來給大家看 OK 這麼麻煩喔 這個其實看店家 因為像我Focus 我之前自己裝過一次 就有發現這個問題 我的橡膠其實它是扭一個角度的 阿遠 這個 我看起來就沒有像我們剛剛一開始 片頭的時候它會往前推喔 對啊 所以它到底可以降多少 我們目測大概是兩指左右 你低於兩指其實 就會已經往前跑蠻多的 所以其實裝T打的避震器看似很簡單 還是需要經驗跟功夫喔 對啊因為你畢竟是改裝嘛 先改再裝或是先裝再改 我覺得找我們至少比去找外面那種 直接裝上去然後什麼都不知道的好啦 但是因為它有一些先天設計上的問題 這組避震器可以撐多久呢 我們又長期聲勢啦 事目以待 有興趣的朋友如果想試乘的 跟賴老闆約應該OK啦 因為其實T打想改避震器的人真的蠻多的 謝謝阿遠 不會不會 下期見 拜拜